像是杰伦 其實他的歌你都知道嗎 都大部分會唱 好 我們今天要考你 要考試哦 因為你這麼驕傲 周杰伦的《道鄉》 歡迎客人 我們一家訪問人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一位可愛的素人小明星 游松澤 這位鋼琴神童究竟有何驚人之舉呢 然後今天呢 你是我們最年輕的這個鋼琴師是不是 嗯 還好啦 還好啦 你現在幾歲 你要問他幾歲 我現在四歲三個月 四歲三個月 為什麼他不已經六歲了嗎 你現在幾歲 你到底幾歲 我現在已經剛滿八歲快要八十個月了 到底幾歲 他現在八歲一個月 什麼時候開始學鋼琴 我四歲三個月開始學鋼琴 他每個東西都從幾個月幾個月開始 好 非常非常厲害 那今天我聽說你有一些 特別的鋼琴的玩法 是不是 聽說你可以 閉著眼睛 蒙著眼睛 就可以彈鋼琴嗎 對 因為 就是 因為我只要把這首歌熟悉了 然後熟悉之後 背下來之後 我 我事實上閉著眼睛 想說 我背起來了沒 其實這樣就叫做蒙著 這麼厲害啊 你是不是比較喜歡周杰倫 因為之前你看你都有彈周杰倫的歌 對 因為我的偶像是周杰倫 但是我最近也有幾個偶像 但最重要的還是周杰倫 我覺得 哇 這孩子 這孩子 我覺得有在台灣演藝圈會發光大 我覺得你的動作表情不像八歲一個月 像二十八歲四個月 很成熟耶 很成熟耶 對啊 還好吧 還好吧 那你鋼琴是因為小時候是自己喜歡音樂 還是因為爸爸媽媽教你 小時候的時候我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就聽媽媽說啦 我就聽到肚子的時候會 會聽媽媽的肚子 然後 小時候的時候就是喜歡跳跳打打 然後等四歲三個月的時候 然後我 你等到四歲三個月的時候 去逛街的時候就是發 看 就看到一個鋼琴店 聽到老闆在彈鋼琴 覺得 他彈得滿好聽的 我就進去看看 那當時媽媽爸爸也是有考慮一會兒 然後 後來 我有跟媽媽說 我一定會好好的練習 然後媽媽就幫我買 所以你媽媽考慮一會兒的時候 你就 你一次就想彈這個鋼琴 那你一天練習多久 一個小時 那有時候 有時候的時候可能要考試嘛 我就會 嗯 就沒有 那麼多時間 那個幼小弟 你現在你是 沒有人叫無師自通嗎 有人教你嗎 沒有 就是我自己 他只要聽 去摸索 然後只要聽 這首歌 然後我聽熟了 然後我就可以彈出了 太厲害了 他有絕對英感 你那個每天要練習多久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夠了 那不算不算辛苦啊 但是有時候齁 就是 哈哈哈哈 來 來來來 哈哈哈哈 俗俗要跟你講話 不要 哈哈 長大之後想幹嘛咧 呃 我長大以後想要像造型人一樣多才多藝 真的啊 哦 多才多藝 除了彈鋼琴之外還想做什麼樣的表演呢 呃 我現在已經彈了一千一百五十多首曲目 這樣子 哇 需不需要經紀人呢 哈哈哈哈 不需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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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你我想跟你做做生意 為什麼不需要經紀人呢 為什麼不需要 微容叔做你經紀人好不好 幫你安排所有的活動 好嗎 嗯 就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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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嗯 就是說我自己就是 有時候會有人來找我 然後 呃 我就是很喜歡表演 越多人我就 但是總是要有人幫你安排啊 對不對 你不能自己談啊 談就跟人家談事情 我幫你談 好不好 然後你賺的錢我分一些 好吧 哈哈哈哈 你覺得呢 呃 如果有機會這樣子也可以的 哈哈哈哈 太棒了 我們幫你把鋼琴設定好 表演幾個你的絕活給我們看好嗎 好啊 那可以啊 自我的榮幸 榮幸太棒了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給你的我們就這樣子 今天是我安排的 等一下我們給你的通告費 你把你拿出一些給我好嗎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可以啊 哈哈 我看 我看算了 哈哈哈哈 牛小弟 哈哈哈哈 哈呢 哈哈 粉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小弟 她也沒有亂這樣 沒有 很帥 很帥 她幫你SAT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樣很帥 这眼罩谁送给你的 这个眼罩是周杰人送我的金风侠眼罩 这是我最心爱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你 怎么送给你的 之前我就是上他的节目嘛 然后之前我也是要蒙眼弹琴 然后他就送我这一个 哎呦 哇很厉害耶 讲话条理分明哦 对 对厉害 艾力斯八岁的时候 那个鼻涕还这样子的 完全不行 哎呦 要这种东西 我们讲笑话的点他会假笑 他很想笑 现在我们就再来欣赏 这位钢琴神童 带来难度很高的背后弹琴 哇 还有 ending pose 一定要这样子的 ending pose是吗 我觉得这样比较帅 比较帅 其实我觉得 从小就是小帅 你表演的是因为喜欢帅是不是 呃我事实上就是很喜欢弹钢琴 然后觉得表演也很好玩 好玩 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玩吗 对就是很好玩就是 很有趣 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背后这样子弹呢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背后弹琴觉得这样子也蛮有趣的 然后我就试试看 你非常喜欢杰伦是不是 对我的偶像是周杰伦 然后偶像是杰伦 其实他的歌你都知道吗 呃大部分都知道 那会弹吗 都大部分会弹 好 我们今天要考你哦 要考试哦 因为你这么骄傲哦 对不对 喜欢杰伦 他的歌都知道对不对 我们今天也有钢琴 好 我看看 我们来考他好不好 好 好 进光考 我随便讲一个人都可以弹 好不好 一讲 马上 一秒钟后就要马上弹哦 好啦 好 第一个周杰伦的《道香》 快 周杰伦的《Mind Mind》 《Mind Mind》 'Cause you are ver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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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曲 夜曲 哈哈哈哈 还裂起 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哇塞 哇塞 菊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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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哈哈哈 那个表情好投入哦 清风侠的主题曲 嘿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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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她说我哼给她听她听她这样就可以谈 太厉害太厉害 好厉害哦 哇 真的厉害厉害 我给小弟一个 来小弟 你进来 到爷这来 你会 你会模仿周杰人讲话吗 我会 你认识九孔吗 九孔 我没有很认识 你就是不认识 但是 但是如果我看过他的话 我也会认识 我就看看说 你模仿的好 还是九孔模仿的好 对 你有没有看 其他的钢琴的一些表演 有时候我在YouTube 最后有时候 还是会去看一下 就这样 看下别人的表演 对啊 这样子才能让我自己进步 你最好的朋友 是你同班同学吗 跟你一样年纪大吗 不一定 但是 但是 事实上 中间会 你是在想 那个 同班同学也 也有喜欢的 我都有喜欢的 各位观众跟伟终哥等等主持人 我都喜欢 哇 很会讲话 开心就好 好 谢谢月好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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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伟终哥 你客气 你客气 谢谢 谢谢